今天又要開箱了 一陣子沒有開箱了 那今天要開箱的物品的話 是生活使用的器皿 品名叫做Ayoshi 青芳製作所的兩個杯子 一個是復古珍珠霧面咖啡杯 一個是也是復古系列 復古酒桶馬克杯 那這兩個的話都是從伯克萊買的 伯克萊送貨很快 訂了隔天它就到了 超商取貨的 那在開箱的這個時候的話 跟大家介紹一下青芳製作所 青芳製作所的話是1955年 成立的一個公司 它是成立在江戶時代的一個 金屬加工重鎮 新洩縣的驗室 以及三條室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對於日本的一個 傳統工藝 能夠有了解的人的話 應該有聽過驗三條 這個地方 它是日本的金屬加工的職人 最密集的地方 然後也形成的地方 很重要的產業 那我補充一件事情 網友有問我 我每次在開箱影片裡面的 音樂是什麼 我都沒有介紹 我現在播放的是 林海 一個鋼琴演奏家 大陸鋼琴演奏家的 鋼琴演奏作品 曲名叫做 遠方的寂靜 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聽 好 然後在開箱的時候的話 我順便再說明一下 新洩縣的驗室 還有三條室 也就是驗三條這個地方 那這地方的話 它是 它對於日本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文化資產的地方 那他們那邊的那個 金屬工藝的話 是很好的 那我為什麼買 青方製作所的 這兩個杯子 我說明一下 這個當然我們這身上 有一個文青魂 是大家都知道是 那我們生活裡面的器皿的話 難免會用到 不鏽鋼的器皿 但是不鏽鋼這個 產品的話 在我心裡面的話 就覺得它是一個 很工業化的產物 而且很冰冷 帶著金屬的光澤 會覺得說這個 少了一點人文的溫度 所以我第一次在 網路上看到這個商品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 大概這兩年前 我就看到它了 它是一個很有溫度的 不鏽鋼產品 好 我們已經把它 從盒子裡面拿出來了 這盒子我們就放到旁邊去 這邊有寫 有寫 復古珍珠霧面咖啡杯盤組 那這次也很幸運 是有搭上特價的機會 用比較便宜一點的價格入手 那當然 這一個杯子的話 以售價來算 不算很親民 不過我覺得還很值得 尤其 如果你想要再喝咖啡的時候 除了 除了品嘗咖啡之外的話 還能夠有一個氛圍 有一個情懷 我覺得這個錢就花得值得了 當然要看大家的 對於情懷 這種感性的價值 在心裡面的重量有多重 好 講到重量 我們就拿到了這個咖啡杯了 以重量來說 它滿沉的 比我想像中的重一些 重量滿重的 我估計的話 這個大概 一瓶好了多的重量有 那它是雙層的 雙層的這個 雙層的杯子 雖然我們這看起來的話 不太知道它是雙層的 但是我從商品簡介的時候 我大概有說到它是雙層的 是304不鏽鋼 18.8的比例去 不鏽鋼材去製作的 我說明一下什麼叫304不鏽鋼 18.8 或8分之18 18跟8指的是弱跟鎳的比例 鎳就是 鎳的話它主要是能夠增加 它鋼鐵的強度 以及耐腐蝕 那鎳的話可以增加它的硬度 還有它的亮度 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箱子都打開了 產品也拿出來了 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盤子的話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小一點點 對 然後這杯子 就這裡 那我們看一下它內容物有什麼 我們看一下內容物有什麼 喔 內容物很簡單 就這樣子 其他的話沒有了 那這個盒子的話也還不錯啦 一個很淡的米色 很有復古的味道 它上面寫著 Casual Product 我想一下Casual Product 1955年成立的青芳製作所 它本來是製作工業設備的 在1985年開始 他們生出了一個新的生產線 是做Casual Product 生活用品 那這生活用品的時候的話 他們要走出產品的特色的話 就會有復古風 這復古風的話是它另外一個系列 這邊有寫 Casual Product 那它可以用洗碗機洗 也可以用漂白劑 還不錯 附了一張卡片 這卡片的話很有復古風 復古情懷 那我說明一下 它這個 復古系列的話 它的產品的一個特色 它這個是一個金屬加工 我覺得加工的蠻好的 包含了它的焊接 也都是用招合式的焊接方法 稍微有點粗糙啦 但是它 我想它這是刻意的 還有它的這一個 八手的弧線的話 也都是很日式的 很日式經典的咖啡杯的造型 那它這外面的話 用一些洗舊的方式 去讓它變成有一個舊舊的質感 這應該是放到那個 洗舊機裡面 然後跟一些 比較硬度高的 石頭 一起滾 照出來的質感 然後我覺得它這應該 稍微有做一點酸洗 它整個復古感覺是很濃的 那這盤子也是 其實這盤子也蠻沉的 這盤子也蠻沉的 那這很有喜舊的風格 很溫暖 這蠻好的 這一個杯子是16 16 160毫升 4盎司 這剛好是一個 Espresso的容量 蠻不錯 這個 心很沉浸 這個是一個很好產品 蠻喜歡的 值得等待 所謂等待啊 不是等到貨啦 是因為 它原本的售價有點高 我在等特價 好 那我們再開另外一箱 這個是之前生信開過箱的 Lesserman TTI Plus 工具刀 工具錢 很好用 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這個也有開箱影片 大家可以在我的頻道裡面搜尋一下 好 然後這個另外一個的話 是一個 也是復古系列 復古酒桶馬克杯 但是這個馬克杯的話 也看這是要喝啤酒的 它一樣也是 復古系列 然後這邊有寫 Cage of Product生產線 產品線 好 那我們就把它 這是一個禮盒 它這個禮盒的話 是要 讓你送禮用的 所以它外面的話 會有一點包裝 然後它這邊會寫些什麼 看起來 一起看一下 它這邊有寫 青芳製作所 Ayoshi 復古啤酒 啤酒桶 馬克杯禮盒 我這次買的是420毫升的 420毫升的 大杯的 欸 你有聽到一件事 為什麼買420 很簡單 記得喔 我們如果是要喝啤酒用的杯子的話 杯子要越大越好 我們不要忘了 那個啤酒是用奶泡的 好 那這袋子的話 也是有點繁複 我們把它再割開一點 可以放心拆啦 因為 不可能會退貨 為什麼呢 因為買不到 下次買不到這個價錢 退貨太可惜了 好 那它這個盒子的話 也是很精緻喔 它上面的印刷 喔 這個當禮物會很好 當禮物也很好 好 如果說 這是一個送給男性朋友很好的禮物 可以參考看看 這邊有一個蝴蝶結 我們把它打開 好 它一樣喔 裡面有一張卡片 上面寫Vintage In Us 好 復古風 喔 等一下 這個更沉 哇 這好重喔 這很實在的一個馬克杯 我覺得這個馬克杯 蠻物有所值的 因為 第一個是它的重量 蠻實在的 然後再來是說 這馬克杯 很厚 很明顯的感覺到它是雙層的 那馬克杯的它面積又更大 你又可以更 詳細的看到了 它這一個 洗臼的 好 洗臼的這個 這個表面處理的方式 好 這真的 它這個真的讓 冰冷的不鏽鋼 有很溫暖的感覺喔 蠻好的 蠻喜歡的 然後下面有Casual Product Japan 好 那 嗯 這個 它的這洗臼系列的話 它是仿 牛仔布 牛仔布的水洗技術 這個表面有一個 獅子的仿舊復古感 蠻好的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420毫升 這喝東西 喝飲料啊 喝 喝咖啡啊 都會蠻有feu的 這個 這兩個杯子 是 推薦入手 大推薦 尤其是影片前 然後 電腦螢幕前 然後有 文青魂 務必要入手一組 好 謝謝大家 再度介紹一次 再度介紹一次 這個是 Ayoshi 青方製作所 復古 九頭馬克杯 那這是 Ayoshi 青方製作所 復古珍珠霧霧面 咖啡杯 160CC 4盎司 杯盤組 推薦給大家 好 現在播放的音樂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應該大家很熟悉 這是LALALAND的主題曲 這是Mia & Sebastian Sing 謝謝大家 今天開箱到這邊結束 謝謝 謝謝